请照顾您孩子的乳牙 乳牙对吃饭、说话、微笑和您孩子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在乳牙出生的时候,银儿可能会感到疼痛、会发脾气 用一个干净的除牙环或湿冷的毛巾来缓解他们的牙影疼痛 不要把奶嘴或者除牙环放在甜湿、酱糖和蜜糖里面 如果您孩子的牙还没有长出来 每天用干净的湿毛巾擦擦他们的牙影 当您孩子的第一颗牙齿出来后 或者在他第一个生日之前 您应该带他去看看牙医 每六个月一次带您的孩子去看牙医做检查 或者更平反 看牙医很重要 即使您的孩子好像很健康 没有吃或者举脚的问题 口腔里面的细菌会导致蛀牙 蛀牙大了可能痛 并且会让吃饭变得困难 这里是您怎么样可以避免蛀牙 在您孩子的第一颗牙齿出现时 开始一天两次刷牙 在吃完早餐以后和睡觉以前 用一个软的牙刷跟浮华物、牙膏 您的孩子还太小 不能自己刷牙 您或者别的成年人可以帮您的孩子刷牙 直到孩子七八岁的时候 找一个您的孩子舒服 也能让您看到他的牙齿的位置 让孩子躺下来 把他的头放在您的膝盖上 帮他刷牙 如果您帮孩子刷牙有困难 可以一边玩游戏或者唱歌 一边刷牙 刷牙的时候 用浮华物牙膏 散碎一下 涂墨一点在牙齿上 散碎以上 用一个豌豆大小的量 大人应该握着牙刷 对着牙床45度角 沿着牙床 轻轻地帮孩子刷 刷的时候 用循环的动作 刷所有的牙齿表面 外面 里面 和上面 您每次应该花着两分钟的时间刷牙 不要传播细菌 家庭 成员 不应该分用 餐具 牙刷 或者别的放在嘴里的东西 经常检查孩子的嘴里 健康的牙齿应该是粉红色和较硬的 需要赶尽看牙医的情况是 在牙齿上有白色、棕色或者黑色的甜 红、肿或者初雪的牙床 鸡牙齿断裂了 零食和甜点像薯片或者糖果 对您孩子的牙齿不好 您孩子饿的时候 给他健康食品 孩子们爱新鲜的水果 像苹果、香蕉、橘子或者草莓之类的 蔬菜像花椰菜、胡萝卜、芹菜或者黄瓜 用全穀物做的食品像买片或者饼干 乳制品像低脂奶酪和不加糖的酸奶 果汁和汽水都有很多糖会导致蛀牙 如果您的孩子口渴 给他喝白水或者牛奶 孩子要睡的时候 只让他喝奶瓶米的白水 如果你住在美国 自来水有浮华物 会加强牙齿的保护 瓶装的水可能没有会保护牙齿的浮华物 在孩子睡觉前 最后出没你孩子牙齿的东西 应该是牙刷、牙膏和水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料 请问您的B码研究小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